本港今日新增42宗確診個案 另外有31宗初步確診個案 大部分都有外游記錄 新增的42宗個案 一共有19女23男 當中有37個人有外游記錄 22個人是學生 無外游的5個患者 全部都跟酒吧群組有關 其中兩個人在酒吧做事 兩個人在顧客 另外一個人就是酒吧群組的密切接觸者 至於31宗初步確診個案 大部分有外游記錄 也都有人是跟酒吧群組有關 醫管局說 現時有超過500人在醫院接受隔離治療 隔離病床和病房使用率分別達到60%和77% 呼籲做了檢測的市民 收到衛生防護中心通知確診之後 不要自己去到急診室 醫管局會派救護車 將病人分流到不同的醫院 很多人都了解 因為我們最近隔離病床的數目都是緊張 所以我們一定會安排到病床給病人之後 我們才會收這些確診的病人入院 有時候就未必能夠安排到去當區的醫院 所以如果病人自己去到急診室的話 也都未必即時有床可以收他們入院 所以我們希望市民都能夠內心等候 在家等候的期間 請他們都戴上口罩 同時注意個人的衛生 除非病情真的嚴重了 他們先好自行叫救護車入院